另外来看到政府针对东南亚国家优质团体旅客 提供来台观光签证便捷措施的观宏专案 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件事情 因为本来越南的民众就可以透过观光局指定的旅行社 来台湾团体旅游 但是现在越南的旅行社有152人大逃脱了 我们就来看其实这次的事情失踪逃脱一案 就在高雄这边 当时入住的画面也曝光了 详细的资讯我们连线给记者林志慧 好的主播 现在来台观光团爆出了史上最大宗的脱逃事件 越南团150个人是消失无踪了 现在蓝绿立委同声谴责要求检讨 民进党立委郑保卿提案说要雇用非法 劳工要提高陈储 国民党立委则爆料说这批人全都没有买回程机票 从签证核发到海关的审查 竟然是一路来过关 不过事后组团的这个团社就澄清说 这批人等是有订回程票的记录 不过加上去年外籍违法人数超过9000 来自东南亚 呼吁政府重视新南向政策的弊端 政治话题来看到前高雄县长 杨秋新无援韩国瑜的小内阁 外传说他跟韩国瑜两人关系深变之际 两人今天中午一起吃饭 在媒体前沿握握手 韩国瑜宣布要邀请杨秋新担任两岸小组的副召集人 至于召集人则是他本人来兼任 先前外传红卫兵之说 韩国瑜缓甲指出只有幕僚 喜欢吃红豆冰 没有什么红卫兵 预论话题来看到许伟宁跟摄影师男朋友刘又年 去年10月份传出恋情爱得很低调 如今传出此日在12月中 两个人已经秘密结婚了 原因竟然是因为许伟宁带囚诈了 让粉丝好见经 不过许伟宁透过了经纪人来打脸这项传闻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今天再继续带点关心是社会焦点了 来看到在新北市新店 这名49岁的赖姓男子 昨天早上喝了酒回到了社区的停车场 与一名自签住15楼的住户 爆发了口角冲突 随后他竟然找了多名的友人到楼上 找一名细信女子理论 但是女子表示根本不认识对方 打电话给朋友求救 他的阳性朋友等9名 友人到场 在社区大厅跟赖姓一行人是 爆发了激烈的斗殴 还砸车燃烧信号等等 在这个社区上演了大乱斗的状况 带你来看 好 持续来看到这起新店的夸张周分案件 其实两派人马的争执还没有结束 赖姓男子发现车子被对方砸了 竟然锁定了谢姓夫妻党的河姓好友 找了十多名的恶煞 前去河姓男子为在士林的刺青店来寻仇 不只拿棍棒砸电也把对方停在路边的车辆给砸毁了 凶狠的心境实在是吓坏民众 好 再来看到很多人很喜欢苹果的iPhone手机好 但是呢 这名男子多年前为了要赶流行想要买苹果的手机 结果直接把肾脏给卖掉了 没有想到后续引发了细菌感染 变成要洗肾度日 好 详细的状况交给我们的记者刘家旋 好 来看到在平安夜的时候呢 美国总统川普也没有闲着 先是又在推特上面疯狂的发文 大打悲情排说自己面对边境议题 得孤单又可怜的民主党来回心转意 好 但他其实跟太太参加了追踪耶诞老人热线活动 接听跟小朋友的电话 好 他跟一个七岁的小朋友在讲电话的时候 还突然笑说 在这个年纪还相信圣诞老人真的很罕见 好 网友直呼他真的毁了小朋友的耶诞节